其实我的问题很简单 今天辩论了大家的意见都表达了 政府在短期之内也都不会将这个法律去修改 其实市民不是说你游不游票的问题 最重要是因为他们看到是拍不到位 其实政府就是想一下怎么样可以善用这位的 我提几个意见就是第一 政府有三百 刚才施长讲了三百三十个是政府公用的车辆 政府公用的车辆是你上班时间才用的 晚上可否腾出一些位给市民用呢 因为正正好这些政府用的车位大部分都是最旺的区 也都有些市民晚上回家的时候是需要用的 起码有个主动性是舒缓一下 虽然说三百三十个是那么少 但起码给到一些出来令市民觉得 政府是有一个主动性去协助市民给多些位置 其他的至于说刚才有提到的就是一些旅游巴士 那些大的拖车货车那些这样 是有一些特定的停车场你才可以给这些车泊的 那就是说在黑沙环那里大部分都是用着 那个停车场是用着这一类车 将来你可以考虑就是说有些是给这一类的车泊 就是这一类的就一定可能会牵涉到 是占用一个月票车位但其他私家车的尽量将它 私家车位的停车场就尽量释放多些位 能够大家互相去用就是这个是我们希望见到 还有应该叫那些停车场就是管理公司那里 更好地利用那些电子产品就是我们现在可以 那些卡外国都会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有一些的住宅用的地方 那些停车场就是公共停车场那些人是晚上回去才用的 那日后它又没有用的所以现在的市民经常都说 政府是不能够更好地善用那些停车场 其实问题的斟酌点就在这里虽然你说法律就是以前定了 但是现在我们应该用新的思维去考虑一下 怎样可以更好地用呢 你可以其实很多方案的就是说 你知道那些车有多少部已经是月票停车场 但是它释放出来你有电脑系统会查到的 那你起码释放回百分之六十 这样可以给一些时钟的位 等他们不需要时钟位 那这个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个 那等到市民不要觉得政府是不愿意去协助大家去处理一些东西 这个我是给一些意见的 多谢 哦 谢谢 谢谢